凯特人间蒸发后,威尔士三宝也行踪成迷,媒体没拍到一张上学照 威尔士王妃从伦敦诊所出院的时候,媒体没有拍到一张禁照,副驾驶的座位上空无意人 最细思极恐的一点是,威尔士三宝也很久没有出镜过,最后一次公开亮相也是在圣诞节 按照王室的说法,凯特出院后回到了温莎的阿德莱的别墅,之后还到桑德林恶母度假 但是三小只却全程不见踪影,媒体即使蹲守在校园门口,也没有拍到禁照 根据英国媒体爆料,凯特王妃住院期间,威尔士三宝被禁止探病 期间只能通过视频联系,三个孩子都极其担心妈妈,但是出于安全考虑,还是要求他们只能待在家里等待 据说凯特王妃回到家之后,受到威尔士三宝无微不至的照顾 三个孩子定了排班表,为凯特端茶倒水讲故事,夏洛特公主还动手做饭,竭尽全力守护母亲 为了迎接凯特王妃,威尔士三宝还精心布置了房间,床上摆满了鲜花,还有一张手写的卡片 虽然孩子们很年幼,但是却很懂得表达爱意,用自己的方式爱着妈妈 但是随着母亲节亲自照曝光后,越来越多的粉丝开始担心威尔士三宝 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即使新闻有零星的报道,配图也只是老照片 最后一次亮相也是去年圣诞节 亲自照被实锤的假照片,凯特王妃也出来发文道歉 但是这件事的负面影响还在继续 愤怒的粉丝要求公布原版照片,但是被王室一口回决 表示后续也不会发布,避免再次引起争议 凯特的原本照片已经被扒出,是八年前Voke杂志封面 亲自照中的威尔士三宝也是漏洞百出,被网友扒出十多个漏洞 可见他们也很有可能是PS换脸 显然英国王室现在已经换了公关策略 一方面强调凯特患上了抑郁症,另一方面坚称复活节会亮相 既然现在矛盾这么尖锐,王室还不如来个缓冰之际 能拖一天是一天,等到关注度下降的时候再采取刑 最让人难闷的一点是,无论是温莎的住所还是学校门口 现在都围满了记者,然而却没有威尔士三宝上学的照片 现在网络上的阴谋论铺天带地,不由地担心三小只的安全 看来王室的声明也不能全信,连续发了三张假照片 被网友一一识破,王室的信誉降到了最低点 辟谣失败后,英国王室换了公关策略 开始宣传凯特得了抑郁症,打起了感情牌 王室现在对民众的诉求,就是降低对凯特的关注度 给他更多的时间和空间 然而网络上的舆论不断发酵 很多急性子根本等不到复活节 要求凯特和三宝尽快亮相 无论如何错处都在王室 这次的危机公关真是史诗纪的灾难 的确是越描越黑 无论如何还是希望凯特母子四人平安无事 他们是支持率最高的王室成员 在全球都拥有广泛的粉丝基础 支持率和影响力甚至可以超过查尔斯国王 也是王室的灵魂人物